张基医疗团队连日来全力救治 八岁的陈家妹妹 主治医师一天要进行多次 包括瞳孔对光的反应 以及疼痛测试等等 医师指出 患者昏迷指数仍然在三 不过也有好消息 在生压药剂量的减少使用 就是进步指数之一 原本要用三线生压剂 才可以维持的血压 目前已经测掉了两线 目前只用一线的生压剂 就可以让血压维持在 很棒的范围之内 妹妹的双侧瞳孔放大 对光没有反应 不过医师却观察到 妹妹自我求生意识相当强烈 似乎想要靠自己的力量 恢复自主呼吸 这更让医疗团队十分振奋 妹妹在想要自己带动这个呼吸 这个是很好的现象 那目前对于疼痛方面 也开始有反应 另外刚过了11岁生日的姐姐 昏迷指数也是三分 瞳孔对光的反应逐渐改善中 心跳血压都维持正常 她的瞳孔是没有完全放大 也是另外一个好消息 目前的话就是说呼吸的话 还是一个决胜点 就是她的那个肺水重 两姐妹意志力坚强 基本上都是朝好的方向在走 张鸡秀船霸气免收医药费 另外全台民众的善心捐款 已经突破千万元 应该足够三姐弟后续生活所需 彰化县政府宣布 即刻关闭指定捐款账户 感谢善心人士花挥爱心 善款以千万元 所以21S6日中午受礼截止 社会处表示 未来将成立信托专户 专款专用 作为三姐弟 未来医疗复健照顾及生活所需 迷失新闻李文华 彰化报导 我怎么在熊华克